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是资深的美女现在有个新的称号 叫做妖精帮 也有人叫做美魔女 今晚来宾她就是一位美魔女 而且身份更加特殊 因为她曾经是一位荷兰的贵族 请看 红吉时的广告让奇果摇身热门水果 这样的作品出自现年50岁 看起来却像30岁的李富华 目前活跃于商界的她 曾是第一届台湾小姐 还两度经历豪门婚姻 但看似顺遂的人生 却多次经历意想不到的低潮 今晚李富华来到永康投个秀 分享她的人生经历和动灵秘诀 她的人生真的是 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好传奇啊 有不少女生想要嫁豪门 但是呢 她不但是嫁了 而且还嫁了两次 这厉害咯 好 掌声欢迎我们的书华姐 欢迎 欢迎书华姐 欢迎 欢迎请坐 请坐 好 你真的是 眼光色人了 还我都不太好意思 直接的注视你 可以请教你的年纪刚新闻当中讲 50有吗 应该不太可能吧 虚岁50岁啦 可是我实际年龄是48 所以我52年次嘛 那也很厉害 姓栗嘛 可能要稍稍厉厉厉厉厉一点 人家说现在有个那个美魔女 你大概就是代表之一了 洞灵 我觉得称呼我不能用魔这个字来说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天使 你看看 人家人美心境也像天使一样 那请教48 那你有没有进场维修保养过去 我觉得 我觉得进场维修保养是 应该是必要的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保养不只是外表的保养 身心内外都要美 那有换过很多零组件吗 零组件 从来没换过零组件 所以就是做基本的保养而已 对 那可以维持这样 我觉得好厉害 刚刚新闻当中讲说 你大概看起来现在30多 我欣赏看 大概就30到40之间 谢谢你的夸奖 我们讲的是实话 但有时候记者的话 你也不要太相信 对我知道 这张照片刚刚也出现过 您是台湾的第一届台湾小姐 是 厉害了 第一届台湾小姐 是 当年有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吗 是到日本去参加 佳乐小姐 全世界有40几个国家的小姐来 据说人家 现在我们常看到一些选美 好像都 以前台湾比较没有 守出国际舞台的机会 当一个台湾小姐能够出国 我们觉得 哇好棒喔 光中药主 对 现在好像选美有一些 什么小动作啊 竞争啊 搞小手段啊 你也在中国当那个评审委员吗 对 环球 今年的环球小姐 我是五个评审当中 两个女生的 其中的一个女孩子 另外一个是Paris Hilton 她们真的 跟她同台啊 对啊 不会输啦 那重点就是 有没有那小动作 传言都真的吗 还是 勾心斗角 其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这是真的 有的时候是真的 是啊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要看富的那个一面 泳装比赛出来了 结果把泳装拿走之类的 我知道有那种高跟鞋 就是好像里面 放了什么东西 高跟鞋踩 踩断 断掉 对对对 真的 但是我觉得 不要用去负面看这件事情 因为呢 难道用正面吗 没有 当然了 因为你在一个那个 样的舞台上面 大家有一种励志的 这种良性竞争 我觉得是很好的 人不能一天到晚 就是太relax 太轻松 还是有点竞争 有点小小挑战 你会比较 比较有斗志 我想问的是 这一次 就是你当年选上这个 台湾小学头衔 对于你 因为大家对你好奇的就是 你嫁了两次都是豪门 一次是 还是外国的豪门 我们先讲第一次好了 第一次对于 拿到这个头衔之后 有帮助你加入豪门吗 还是什么样的机缘 我觉得 没有 其实当时我在 在选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我的 第一个老公 当时就认识他了 然后认识他就交往 我选上了之后 他有一天掉眼泪 我说你为什么叫人泪 他说我觉得我会失去你 因为你可能太多人会追你了 你二十岁之前就认识交往的 选上以后 然后来还是结婚了 我们是在二十五岁才 我二十五岁才看他结的婚 结婚当年就三十七年前 当年就住三千万的豪宅 现在就是几亿的豪宅 应该差不多 那你不就人生 在那时候基本上已经 这辈子大概就已经一时无缺 可以 也不能想安详万年 就是过了很贵妇的生活啊 是啊 没错 确实